好 欢迎回来 没想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他就是 打满了 很精彩啊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也让我们刷新了 其实对于TTG的一些不有印象 就是上赛季的表现 因为这个赛季的TTG 确实在人员变动之后 现在这个局势 对于他们来讲 已经很棒了 其实今天的两支队伍啊老实说 给我更多经验的是TTG 就是重庆狼队他们今天 可能是林教练他的一些 战术安排吧今天的比赛 前三把一直在给小胖 去打蓝领对吧这也是 他的一个战术安排 战术储备那么今天在拿到了第四把 露娜之后我们看到小胖的野河 依旧是很强的说明了他们在打自己 最擅长的去套阵容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很强大的 他的战场支配能力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五局 狼队是继续延续着 这第四把的这个阵容部署 而且我们看到归期的连坡 这局比赛尤其是最后的一波 团战跟小胖的露娜的衔接 做得也很好 这也是蛮可贵的 对于一名小将来讲吧 他在那场狂铁 他其实是被不然形成了 两次单杀嘛 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 节奏的情况下 他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连坡这局发挥的非常好 没错就是锻炼他心态的时候 怎么在如果双方在第五局 都是打这样的野和对抗的话 那其实还是要 尤其是TTG这边要帮助不然 去创造一些 去影响一下小胖 反正这把TTG是选择来蓝色方了 因为前面评论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就是蒙田 我觉得蒙田这个点目前确实挺厉害的 对 因为现在TTG猪八戒已经用过了 然后但是我们看两边的猪八戒狼队还没有用 你如果要是拿蒙田的话 你还是得考虑一下 但是现在狼队有一个狂铁用过了 所以TTG的话也可以选择直接拿蒙田 反正蒙田的强度不仅限于对线了 对团战能力上也是强的 对 尤其是在推进和防守上 他这个英雄的全面性都能够体现出来 而TTG拿了一个狼队这里用过的英雄 然后让狼队先选 这BP方式跟狼队如出一辙 对 他就是先选一个 反正你这个英雄已经用过 反正我这把就是要保着下路 有一个比较好发育的英雄去保着射手 其他的他看狼队出牌 他去拆 他去硬队 张良 凯 凯放出来了 张良应该是有走 凯加张良 嗯 那小胖又回到了今天前三法的状态了 凯这英雄T度高啊 T度高还是要用的 凯关啊 对吧 配配 蒙田 东纳蒙田 东纳蒙田 然后守约拿不到了现在 对 后边可能会被狼队扳掉 我还挺想看子唤守约的 是吧 今天他又是干江 又是如果能拿到的安琪拉张良 这不是曾经项羽和帆帆特别喜欢用的一个组合吗 是的 现在是项羽和一生 所以帆帆要应对这个组合 他应该是蛮多的心得的呀 但是这套阵容的突出的一个点就是你蒙田站不住啊 对 被按了一套可能就没了 对一套带回家了 公分离搬掉 公分离搬掉 那打这套组合的话 你要么就是选一个 中单位置 如果是守约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反正选一个远程 不要让对对手那么轻易能空倒就行 而且要具备爆发 对 可能是那种小段伤害容易被 所以凯的大招给格党了 后续的单位 吉小满 吉小满满了 吉小满确实打露娜好打呀 这把狼队前三路没有出吉小满 对 打露娜是真好打 可惜吉小满没了 就是打露娜 我都行 就是他只要一二一二 你就基本上没戏了 连困或者说二一二一一直踹他 是的 你要是露娜敢上来轻线 我就看你标记 我就站在线上 我不动 都不敢过来 你只要敢飞过来 我一几年就往你的标记上瞄 只要你敢飞过来 我一二一二就没了 而且他有个二二无法选择 会让露娜没有跳板 是的 然后选择段大跑的时候还不好跑 但是吉小满在对线期打蒙田很难受 对 不好打不好打 他打任何坦克都不好打 对 甲罗 平安杰搬掉了 平安杰也是用来处理蒙田比较好处理的 甲罗 这一手 后期的话 蒙田也比较难摸到加罗 比较闪 嗯 他这个正好选了个加罗 就像这个什么 即便是在前中期起了节奏 然后中期被翻回来之后 在大后期拥有了作战能力 对 可以有一个依赖 因为安齐拉跟张良很容易在前面起节奏之后 然后容易被对手打回来一起 哎呦这蓝灵王你加罗难受呀 这把你 张良也难受 对张良也难受 加罗也难受 但是他是个打野位啊 他不是打野 这是露娜 刘元芳 等一下 捋一下 中单露娜吗 法师走中 蓝灵王打野 辅助肯定是太义吧 不会是太义这人中单吧 不可能 不会吧 我们排除太义这人中单这个可能性吧 对 排除太义中单的可能性 露娜应该是 露娜 那肯定是打野会好啊 那谁走中呢 太义中单 太义中单 真的是太义中单 子化你给我们来了一首这个 我们排除先排除了这个结果称威了 称威了他们的选项 我觉得这个赛季我们边路东黄应该也能见到了 对东黄也改了嘛 可以打边 这个中单太义让我想到了第二火箭 第二火箭那个时期 有一个纯叔叔流的太义真人 是的 很早啊 中单太义 哇 子化到底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疑惑给到啊 看看他到底能打出怎么样 我们在排位里确实是经常见到 排位里面见到的是辅助位的太义真 出的是中单的装备 对那种回响帽子的流 但是他那一炸确实很痛 很痛 啊 效果很好打开团 因为打先手嘛 炸完队的时候血线低的情况下 你还有一个复活可以自保 对这样子 因为太义真人这个英雄是大招可以再复活 你两条命 所以你比别的游子威的优势 就在你有两条命能成伤 所以你出一些输出装没有问题 这把固然的经济肯定很高 肯定很高很高 因为他中路是个太义 随便来一起共享经济 一起来 我给你加个被动 对是吧 是的是的 这把这个中路到边路随便吃 欢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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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风霄欢迎子焕来下路 他要想达到经济最大化就是三条线都等着风霄来 等着那个子焕来 是的 但是狼队这个阵游在四级之后作战能力很强 这时候游走蓝灵王是多半去限制一下 包括提前能够照到张良的视野 让TD其他人有一个预防 对 夏季赛的第一个BO5的第一场打满的决胜局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套中路的太义真人 选出来之后 我相信狼队整个队伍应该都是比较吃惊的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决胜局 究竟谁能够拿到开门红 蓝色方广州地利劲 红色方程庆堂队 我是杰柔瓶子 我是杰柔瀟子 我是杰柔瀟子 我来前方 野长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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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他费了这么大劲 抢这个线也挺费技的 蓝灵王帮他打个选手 他上去炸了两下 这个线还是进不掉 对 听线有点费劲 他特别需要队友帮他一起吃线 但这局TTG选中路太乙的话 他们的视野能力是真的强 辅助蓝灵王 中路太乙上路个蒙田 下路个里原方 三线视野全开 我觉得还是因为辅助蓝灵王 所以中线 他太乙军 这里会舒服一些 对 蓝灵王的威胁 在前期太大了 然后太乙的话 他只要跟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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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扛他 是的 死了 那没办法扛塔过量了 这太早了 因为蒙田连4都没 对 这波 其实轻轻想要闪现顶的时候 刚好撞在了关于那一刀上 诶 诶 这波不然 再飞上去 配合太乙的一个控制 直接带走了小胖 做了个止损 打两套 1比1人头 诶 刚刚上路是 我估计轻轻想的是 我这波进去就没想着出来 跟龟西一换一 他已经看到了蓝练王这里绕后了 所以他先上去吃塔上 他觉得自己要撤出来的时候 给个蓄力猛击减伤 能吃住 但是完全吃不住 没错 他扛了扛了三下 他少了大招 方圆阵的前面 他最重要的是他闪现顶上去的时候 关于刚好出刀批到他了 对 他其实那会没空到关于很多时间 这波走了 太乙人这局比赛 如果全程能够盯着项羽的安琪拉的话 那基本上 安琪拉加张良的这一套爆发 都能够被太乙人的复活 给化解掉 对 你看这波 这波轻轻闪现上去开的时候 关于刚好批兵线 是的 就撞到了 导致他扛了 他扛了 这一下就算是有方圆阵的那个减伤 他都不够 他都扛不住 对 就主要是他被批了一刀 中路这一波 太乙是跟了过来 普了一个控制 张良和凯两个英雄也打不掉 这个状态的露娜 对 只能把他给打走 那里王继续把视野开开 下落被压了好惨 就要到这里 他面对四季以后的李元芳 李元芳这种爆发英雄 他特别怕 他的对位经济 现在好一些了 更新了一下之后 现在只有一百多了 但李元芳还是现权能拿到 加罗虽然有手长的优势 但是他跟李元芳拼爆发 在对线期是拼不过的 他很怕被贴脸 这闪现二技能拉上去 张良一个大招捏住 但伤害不够 安琪拉是杉杉来迟 所以技能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接上 那下落这波线 加罗又没吃到 对 其他人位移过墙 凯过来之后 先被蓝猎王盯了一套 直接开了上去 但是没有跟不上 也只能打一波消耗了 狼队在安琪拉 跟张良这里 不好出节奏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去保加罗 又来继续上去 但这波有复活 张良是没有大的 张良如果有大捏到的话 他复活是开不出来的 是的 近期好像前有张凯教练 那时候是孙并打中 对吧 在试团的时候 现在又有蓝CD教练 太称人打中 TDG的中路啊 不管是老将九尾 还是现在的新人子患 都必须得会一些藏招 密集 都很有创造性啊 嗯 不过在 我们之前 前两天在K甲牌 看到了CW的 游走位的异星嘛 下落 二闪 空住一套爆发 直接秒掉 甲罗 根本活不了 但是这波防御塔 打扫蓝猎王 对换了一下 那对妖刀来讲 还算可以 因为这个击败是他的 对 这波是TDG做好了 月下的准备 翻发也很果断 打妖刀是一点都不手软 那肯定的呀 这一局比赛他可是大和呀 他现在的经济 已经被限制的只有2700了 对 他现在都是在塔下补刀的 要到这里挺惨的 嗯 但是这样就变相 就是TDG给下落 他压力太大了 以至于安琪拉跟杖狼 不敢随意去往上 哎这波捏到板 他直接跳大招 但他这波是没有给 先给二一的 他直接就是放大 伤害差了 就算伤害够了 也有复活 应该是二一没在 没好 在cd当中 他还轻得过线 可能太突然了 但刚刚我们也说了嘛 中路太义选出来的效果就是 跟着队友 他完全可以放线 对跟着你的张良安琪拉 只要你的张良安琪拉 在哪里想起节奏 只要太义这人在旁边 你就没有办法完成击杀 对 就防了一手张良的同时 他还能让有所谓的蓝脸王 再次限制到对手这个组合 在前期能打的一些节奏 而且这把也不缺 他中路一个AP伤害 他这是一个多核阵容 对的 红田正常发育后期伤害也高 出肉就有伤害 没错 这个阵容倒是不缺 这波闪现交出两个开个大道 再引一下 这很难受 我刚看紫焕都已经准备走了 然后一看不对 这好有点扛不住 他的吉布之靴的用途就来了 是的 其实相当于是两个辅助位 在帮助TTG这三个核心位在运作 这紫焕他虽然是中单 但是他的经济并不高 他的大部分钱让给了露娜 让露娜吃现吃得很舒服 在前期 太乙真人这把好忙啊 来回跑 对 基本上没看他在线上赖过 所以导致他把线就能够全都放给队友 狼队也不能一直让TTG这么打 他们没视野权啊 对 只有凯不刷野的时候 然后他们才能跟着凯去抢一个视野 其他时间都不敢出来 就又回到了今天的第二把第三把那个状态了 对因为别人有个蓝灵王 他可以开先手 然后你其他人除了开以外的人被开了都基本上走不掉 是 只有小胖这里能帮他们开视野 你就很像今天的第二把小胖玩下猴盾那一把 嗯 是不是 对太依赖于打野位 但是如果打到后面你扛不住了怎么办 你后面限制不了了 露娜蒙田 你问蒙田 哎这波谁冲上去 吃了一个大招捏一下 但是我这一场点出来了 直接把安琪拉给带走 安琪拉正好就没爆发了 关于 关于 一刀两个 一刀双杀 再来一刀 要顶一下 三连结束 再顶一下 回去有没有四连超凡 再来四连超凡 五杀 还差一刀 最后一刀 一刀五连结束 二刀三连K票汪总要直连在夏季赛的第一场比赛 五杀 关于 五杀 归期的关于 我的天哪 这一波五杀太关键了 一下子把狼队前面所有的憋屈全打回来了 烈焰战神哪 回看一下这一波 TDG先杀了安琪拉很好 但是关于的位置太好 他这一刀太关键了 一刀两段 对 一刀两个头 再踩一脚 回头顶一下 闪现躲在又是一个异技能阶顶 回推 然后露娜断大了 是的 然后这一波队友全部停手了 就等着归期拿最后一个人头 我的天哪 这是归期的第二届KPL 直接拿到了一个五杀 而且是关于啊 在此之前关于的五杀只有七年 只有七年了 只有七年 很难的 没错 这个五杀 没想到啊 我们上一届的KPL 一共也就只有两个五杀 分别是佩恩的余记 以及蓝恩的莱希奥 都是射手位啊 对 都是大核心 先看这波蓝丽王又绕后 再动手 东加路加路加路闪过墙 这波蓝丽王 现在大刀放完了 但是没有能够完成极杀 但是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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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看一下不然能不能轻 看能不能轻掉 冠一刀劈抬起下马人给顶走 冰线引擎刷了一波冰线出来了 冰线卡在的外面 只有一个冰线进去的 但是后面还有两个冰在这里 冰线没进来 鱼锅出来之后 先甩个大招蛋的卡一个 一个一个顶走 但是腰刀之间没赢过呀 推掉随机让我们恭喜 冲进狼队 MVP贵旗 毋庸置疑 太关键了一波转折 扭转乾坤奠定胜局 上一次对抗路拿五杀 在联赛里还是2021年的秋季赛 当时是CNW的初心的马超 当时是和江子牙的一波配合 全是残血马超上去 各种收人头 但是这一波龟七一波河道团 非常关键的绕后 龟七龟七未来可期呀 这一波关羽的五杀实在是太惊艳了 恭喜重庆狼队拿到开门红 赛季首胜和广众TDG打满了五局 又有一个五杀 而且是新人选手龟七 对于他来讲是莫大的鼓舞 是的 双喜利门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今天的广众TDG其实打的整体也是相当棒的 看不出来他们就是是一个换了这么多人的队伍 我和他也很不错 继续加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恭喜狼队 恭喜龟七 这个五杀 含金量相当的高 是的 因为你要达到这个打成这个五杀你有两个前置条件 一个是正面的队友能撑住TDG的第一波进攻 撑住了 然后他要绕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他那一刀下去那两个人头太关键了 对因为上TDG他六层楼里面因为没有一个所谓的poke点 实际上他们更多的还是要去打一个4E的分推 让洛娜去带 然后正面以太乙 蓝铃王 加上蒙田 李延芳去组成一个拆迁大队 肉身开团 然后把团开起来之后后续就看发挥了 但他们那一波中锁的那一波实际上就是抱得太紧了 那个时候没有人注意到 就没有人意识到关羽这个点了 他本来想着说的是我先把前排的杀一两个 然后再往回撤 回撤的时候刚好关羽看到了情况不对 已经绕到了后排出来了 就那个时候反应到已经晚了 我觉得还是说相对来讲这套阵容玩的还是比再少的情况下 可能对于关羽的一个盯防在沟通内是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太乙加蓝铃王在前面的一个河道的占据能力还非常强的 我觉得就是没想到嘛 因为一个他本来想的是我们这个阵容本来就打干猛一点的 对 我不知道了我正面打 但是其实正面打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 我正面冲的时候会被对面拉掉 拉掉的时候我们追击我们自己的位置就不好了 位置不好关羽一刀下去栓杀 然后逐个踢破了 其实核心还在于 太乙的优势是在于他前期跟蓝铃王走河道 核心骂道 但是他的劣势是在于打团他必须要扑进去 所以身位会靠前就会给关羽一个机会 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1分20秒的那波节奏 那一波相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让关羽不吃那波兵线他亏一波线 另外一波的话就是把那一波节奏再往后推一波 因为下一波兵线马上来了 那一波的话1分40秒那一波的话让蒙天吃到4 实际上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但是那一波到那个点的处理也是因为塔防的一个机制 所以就导致没有击杀掉 然后也让关羽出来了 如果说那一波节奏能够处理的更好点 我相信关羽这个点可能就没有办法存在那一波逆天改命的节奏了 其实现在这一把情况下有太义 蓝铃王 然后再加上有露娜门蹄的情况下 关羽没那么好发挥了 只是说TG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冲琴牌上去了 正面上了 没人去盯他了 10-0 能说什么呢 这关羽真一个主攻都不是 人头都是我的 夏季赛的常规赛第一天 第一场 一个五杀还是对抗路 而且这个五杀其实是比较难完成的 很难就是你仔细想想很难 因为上一个对抗路五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 这是江泽一个大闪 对那时候江泽还没有改版 对吧 江泽一个大闪 然后摸残了之后出新的马超 常规操作全收了 对全收了 就那画面跟这个画面有点不太 不太相同 对 他这画面是他绕到后面 他第一刀不是大招起手的 是先用一技能起手 然后再用大招把另外的一个 慢慢顶了 对吧 我觉得今天比赛确实非常好看 从TG记载前面给我们展现的 游戏内容也好 也到这个最后这把速 我觉得从BP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我刚才在那个赛前的时候 这局局前的时候 我说蓝灵王蒙田对抗性很强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给整出来一个中单太义 本局MVP龟七 关羽 尊重一点 武杀关羽 杀关羽 这确实是他的第二个赛季 上个赛季我觉得他得到了一些机会 也去尝试让自己历练成为更强的一名选手 是的 那么这个赛季的第一战狼队把他作为首发登场 他我觉得完成了 我觉得是完成了 就所有人对他的一个期待 我觉得作为就是这个赛季的首发来讲 第一场的比赛我觉得已经是超个完成任务了 我觉得整体来讲龟七在今天表现 这一刀 就是还是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 无论是刚才那把的连坡 还是这把关羽的这波发挥 可以这么讲 就是他这一系列操作 只要小小失误一波 或者顶得歪了一点点 这个武杀就不可能打成 主要是第一刀刺最关键的 就是龟七 其实他在K甲的时候 他的关羽就是他的成品英雄 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打 他真的是在后面比赛会打得更自信一点 因为今天他顶替Fly 作为这赛季的首场比赛的手法 我相信无论是外界 还是他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 压力 我们也从第一盘的语音里面 听到了实际上小炮 包括腰刀 他这种老选手是试图化解这些压力 但是压力不是你的队友跟你说你就能缓解的 而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去消化的 而这样的表现 这样足以让所有人惊叹表现 才是他能够继续往前前进 包括化解这些压力的这个动力 没错 当然前方裁缝准备就续把时间交给现场 ed ed ed